相隔九年 金曲歌王哈林于成庆再度来到我国开唱 并将巡演舞台《我的哈林年代》带到了云顶连开两场 有着音乐顽童之称的于成庆一如既往的活力充沛 在台上又唱又跳 即便在高海拔地点唱歌一点都难不倒塌 而且精通多种乐器的于成庆更将他的名曲《情非得意》改编成国乐版 甚至还带来一段独奏演出 让在场的歌迷拍手叫好 时隔多年再度来马开唱的于成庆以歌曲《快乐送》 为《我的哈林年代》巡回演唱会《大马站》拉开序幕 瞬间炒热现场氛围 让等待已久的海内外歌迷尖叫欢呼 在带来第一首歌曲后 于成庆随即用马来语向在场的歌迷问好 而不改幽默本色的于成庆更直言 在云顶这一个海拔超过1800米的地点开唱 一点都不容易 更不能像年轻时 能在云顶舞台蹦蹦跳跳地唱歌 即便如此 现已61岁的他 笑颜会坚持不懈 挑战不出动氧气筒 接着 画风一变 于成庆深情演唱经典偶像剧 深情密码的片头曲《静静的》 大展他能驾驭 百遍曲风的一面 让歌迷听得如痴如醉 我还在等着你 紧紧地爱我 只要你陪我 紧紧地就够 你也在等着我 紧紧地温柔 就这样手牵手 紧紧地看着天空 此外 这位音乐顽童也将舞台当成他的游乐园 不仅在台上用实力唱功与吉他手比拼一番 而且在演唱传唱度极高的名曲《情非得已》时 更化身中国好声音的导师 继场考验歌迷的唱功 并带领所有人来唱大合唱 而有的歌迷更似乎唱上瘾 要求再来一次 不过遭到于成庆果断拒绝 他笑言 倘若再这样下去 恐怕这晚的演唱会 自己没法再有机会唱了 再来弹一遍 如果我唱不出来会不会被笑 值得一提的是 在带来电视剧《流星花园》的这首主题曲时 宇成庆还展现了他的音乐天赋 精通多种乐器的他 在现场来了一段琵琶独奏演出 而且更将这首歌改编成国乐版 让歌迷大感惊喜 在昨晚的这场演唱会 宇成庆共换了三套服装 并一首接着一首的演唱多首 属于哈林年代的经典名曲 包括电影等一个人咖啡的主题曲 《缺口》《大眼睛》《热情的沙漠》 以及《只有为你》 《只有为你》 《我勇变身影自根趁着你》 《沉默无礼》 《只有为你》 《我的心变成了一座城堡》 《每生一世都专属于你》 《只有为你》 来到安可部分 一位演唱会接近尾声 宇成庆突然感叹 自己距离上一次《莱马》开唱 已经有一段时间 而且不知道下一次 还有没有机会见到大马的歌迷 他忠诚感谢 远到云顶看他演出的海内外歌迷 并以歌曲《山顶黑狗凶》和YMCA 为这场演唱会画上完美的句点 而且戴靖航采访